老板 您好 给你来100块钱的烤大厂 行 我们家这是108的 108一根 还是这么一堆 一根108 怎么这么贵 因为我们家大厂品质好 你听说过 你要吗 要 给来一根吧 100块 我给你便宜8块 你这应该是全国最贵了吧 不 你听说过济南大厂哥吗 我知道 人家卖138一根 对 我们家比它质量好10倍的 我才给你100多 才100多 我捡的大便宜了 对 你真是捡的大便宜了 你们里边这是什么 穿了跟棒吹吗 这是猪的直肠部分 一整根直肠 一整根直肠 我们家是采用的乌克兰进口的猪 乌克兰的 特别好 这供猪的母猪的 这是小母猪的 老板 这是干什么 这是给大厂做一下针灸 贵的原因就在这里是吧 其实不光是针灸 主要是大厂它是进口的 而且它品质好 贵的 你扎一下就一块钱 你得扎够108下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你找的特别税 所以我给你便宜8块钱 别人买我出来我便宜一块钱 好了 老板你快点扎吧 这老板说话我都差点信了 老板你们家以前不是卖大厂 是不是干中医干针灸的 不 我们家就是专门做大厂的 老板你还做撇子 对 特别好 就这样一份 这个得烤多久呢 这个烤9分9秒 9分09秒 多一分少一秒都不行 不行 你一天照这个样子 你一天能卖多少根 这样的话 我一天 我叔叔 我从早上卖一根 周五卖一根 晚上卖88根 一天能卖91根 91根 一根赚90 998千1 一天赚8千块 一个月24万 一年就是 一年要挣300万 这个大厂上 我们大厂都是 每天现去张秋采摘的大厂 你知道吗 现摘的 哦 这是张秋大厂 对 张秋大厂 哦 你知道吗 老板你已经扎够108下 你再扎我买不起了 没事 剩下的扎的都是送你的 你要么 要不扎你身上一下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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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没事不疼 这里烤到什么时候 我看里面大厂应该还是凉的吧 嗯 这是 对 我们要去把它 把它这个 葱上面的每一个细胞烤 烤它 烤热 让它 大厂的那种 香气散发到 这个葱的每一个部位 哦 这样 这个大厂包 大厂包 大厂包大葱才能够 真正的提高 好了好了 快坐吧 不然糊了啊 没有没有 我这火候掌握 你真是看了 我这卖大厂都卖了十多年了 我们掌握不好火候啊 真是 对对对对 这公猪的母猪的 这是乌克莱母猪的 乌克莱母猪 哦 国产的不行 国产的 没有我们家这个好吃 哦 是这样的是吧 嗯 哎呀你看 乌克莱母猪厂 这葱是公的还是母的 这个葱呀 这个葱我看一下 从气质上我来看 应该 啊 这个 应该是个母葱是吧 对对对 母葱也长的是这种直的 长的 对因为母葱它长的比较纤细一点 是吧 然后它它比较 比较温柔比较稳静 哎呀 这就是母葱 就来看母葱和公司的特点 老板我我能冒昧的问一句问 你是公的还是母的 哈哈哈 老板你快坐吧 坐吧坐没事 坐你的就行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要是想感受一下 要不然我给你加两盘就试着 不用不用不用 老板你坐吧坐坐 晚上吃饭了 特别好 这大葱待会怎么吃啊 用嘴咬就吃 用嘴吃是吧 挺好挺好有道理有道理 哎呀 当然呢就是大葱 你也都可以擦肚子上 我擦鼻子上 就那个猪鼻子擦虫装 装老虎 对 就这个样子是吧 装大老虎 啊 阿姨你今年有多大 就解决真实 好 解决今年24 这就ok了 下面呢是我们放料的阶段 哦 这酵料都是自己秘制的吗 对 这是什么酵 这料呢是韩国的 哦韩国进口的 哦韩国进口的 哦韩国进口 你看 我们俩全不用进口的 国产的都不行 国产的不行 你看 臭吗 再磨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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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块钱呢 真是我们这个酵的成本呢 在每一百克成本就在三十块钱了 哦你给磨了二百克就行了 不要磨太多 行 那你这个厂子真是转了 转了是吧 对 哎呀特别好啊 好 这撒的是什么 那我们一会再撒 我们要稍微烤一下 哦还得再烤一烤 三四四一下 哦这傻的是什么 这傻的是 二锅头吗 不不不 这是我们那个那个山泉 那个中国老马峰底下的山泉 哦是这样的 不知道吧 不知道 中国老马峰你知道吧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就对了 这又是什么 这是日本进口的自然粉 哦 我忘了这个自然粉正常的打的不好吃 还不是这么傻 那才好吃 哦老板手有点不但协调啊 你看 特别有感觉啊 吃饭吗 一点点吧 一点点 哦 我们这一点点的量就是 你之前吃过你知道一点点的量吗 哦知道一点点 就是那个奶茶吗 哦一点点 那再来一点点吧 再来一点点 好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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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有点不行啊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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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有点不太协调不容易啊 我们这是那个英国的芝麻 哦 英国好像不产芝麻 你怎么知道英国不产芝麻 人家图着种的 种的你知道吗 哦 这样子的话 好像有点少 因为这个英国芝麻嘛 撒多了才能炒到味道 这芝麻是工的还是木的 这芝麻 这芝麻我还真看不出来 这需要你自己炒一炒 哦这就行了 行了可以了 哦 我给你 你要剪到还是直接吃 就就就就 你给你剪一剪吧 剪一剪 这个有点长我觉得比你还长 啊对你看 那我给你剪一下 哦 给我剪剪剪 你剪到这里边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说了算 这是你在卖不是我在卖 里边大厨我听着声音还是脆的 你要呃 几厘米 你你觉得几厘米比较合适 你平常好几厘米的 平常过客都是喜欢八厘米的 哦八厘米的 可以可以可以 八厘米的 哦 好 老板你的左手挺好用啊 对我应该拿个尺子两一下 够不够八厘米 哦 你那么专业你还不知道 这个就直接吃完 对对就直接再给烤烤吧 我觉得你可以再都放上来再烤一烤 这大冷天的热一点好 好 那再给你摆一摆哈 对对对对 好 哎呀 八厘米一个 然后剪了五段六段 六八就是四十八 这是四十八厘米长的这个烤肠 啊 一个猪的直长是四十八厘米是吧 嗯 差不多吧 差不多啊 你这剪刀是公的母的 啊 剪刀 剪刀怎么的 是公母的 剪刀啊 不算公母啊 我们这剪刀啊 啊 我们是剪刀就是特级剪毛 专门剪大肠的 就是他他别的都是剪不了 他只能剪大肠 好好好 老板给翻一翻 别糊了 好的没问题 糊了就不买单了 哎 我们这 除了更好吃 大肠给你们仔细的研究一下啊 你可以用尺子量量一量 我觉得的每个正正好好 不多不少八厘米 多一点少一点我都不要是吧 对 哦 这么专业 这好像长道真的有点不一样啊 哎 这个除了葱头和葱尾别的都是一样长的 哦 那块真的不用再翻个面吗 这个吗 就那块带大葱拌的呢 哦 这个翻一下吧 哦翻一下是吧 这样 哎呀 呃祖传 传女不传男的秘方 对 你去哪找我们这儿 超级好吃的乌克兰 大肠卷球 啊母猪母猪 大肠包大肠 母猪 母猪 好老板给装起来吧 行 好 你觉得火候到了吗 到了到了到了 有个大肠都出水了我看 有的人喜欢火候大的 有的人喜欢火候小的 我觉得这么大火候 不大不小正合适 好 关键最合胃口的是八厘米 这直径是多少 直径我目测也就 1.5厘米吧 哦 哎呀哎呀哎呀 老板你怎么了 过电了 漏电 我就感觉吧 这个 我有点过于的 微妙 哦 他给我的手做了一下 那个热服 所以我稍微的有点反应激烈 这不是非这样做到的 啊 啊 这个怎么了 哎呦哎呦哎呦不好意思啊 嗯 没事啊 就这样吃才好吃 吃吧 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一百块钱的这个 还收一等 还没加精华呢 哇 还给加什么 还给那个 再淋一点点酱在这上 哦 因为这样的话你这个大 这叫大葱蘸酱 嗯 会更有味道 这样吃起来会好吃 哦 好好好 这个可以了 要了吗 两根签子够吗 够了够了老板可以了 不够的话我再送你两个 不用签子就不用了 送我个大厂可以啊 送大厂就算了 一百零八一根 哦 哎你好 再来一个 特别好老板的生意 老板你的生意都是一个接一个 对我们这一百零八一根的这个大厂 大厂 好好好谢谢啊 哎来来来 这个一百块钱一根的大厂啊 堪迪济南大厂哥了 嗯 肠子 你别说还真是个正经肠子 烤的人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上肠子是真的正经 大厂还有点辣 嗯 嗯 哎呦 大葱蘸酱 葱还是辣辣的 嗯 来一根豪迈一点的啊 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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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